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透过数位 透过科技 透过各种方式 对我们的乐有忽患 我们还是努力准备 我们还在这里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来到 雾峰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来看我们合作很久的 国胎交的团长 刘轩勇团长 今天要跟团长谈的是 疫情发生的一些状况 他们是怎么面对 然后在疫情之后 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刘团长 请他跟大家问好 所有爱乐朋友 以及高董事长 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刘轩勇 我非常了解交响乐团的特质 它就是要培养很好的默契 如果没有很好的默契 那可能演出出来的声音 我们用一个形容词来说 它可能浑霄破散 所以当我们交响乐团如果停摆一个月 停摆三个月 停摆五个月 有时候也许水准好的交响乐团 它都要花一段时间声音才会回得来 它的默契才会回来 那何况是对我们来讲 在起步的还在打基础的交响乐团 那影响更深入 所以我们就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 内部的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国台交要生计划 那这个要生计划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 我要让我的同仁非常安心的来上班 第二个 我必须要所有所谓前置作业 全部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这几个月当中我们运气比较好的是 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请我们的首席 科技指挥水准老师提早到台湾 他也必须要按照台湾所有的规范 在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拟定了所有的训练计划 那我们也必须要跟着整个时代的脉动 我们也想办法这一段期间 透过各种方式 虽然演奏会停止的 可是我们活动并没有停止 我们跟我们乐友之间的连结并没有停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在这一次疫情里面 特别是对表演艺术 可以透过科技了解到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进演奏 进听音乐 但是你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种方式 开了一扇科技的窗 是的 水准老师的贝多芬 是他想根据他的研究 他想恢复到贝多芬时代的风格的贝多芬 包括曲目的速度 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是 贝多芬的曲子在这几年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指挥加不同的交响乐团 他都做了很多不同的诠释 可是水准老师对于贝多芬的诠释他觉得应该按照贝多芬时代的速度 因为贝多芬在1812年以后1815年节拍机出现了 他就写得很清楚每一首曲子哪一个地方他有多快的速度 是 他都已经非常著名上去每一首曲子每一段音乐每一个乐章他都写上去 那跟我们现在所常听到的版本就有蛮大的出入蛮大的不一样了 所以比如说他最不妥协的当速度很快的时候 那同仁可能快不起来 是 那比如说他有跳弓 那有跳弓吗 对同仁来讲可能手断了他都跳不起来 因为贝多芬时代的弓跟现在的弓不一样 是 巴洛克弓 贝多芬时代的弦是阳长弦 所以不是像现在的钢弦 是 但是当我们克服贝多芬的跳弓 贝多芬的速度之后 我们再回来一眼之后 林姆斯基高纱可夫或柴可夫之间跳弓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 所以为什么要贝多芬九大交强曲 是每一个乐团训练的必经曲目 然后非常特殊的水兰老师 要贝多芬九大交强曲 他要自己指挥 他不让别的科技指挥 他就是要用贝多芬好好训练乐团 第一个我们讲乐团讲技术 讲音准节奏 这些都是一个必备的基本条件 再来就讲音色 最后讲到风格 所以前面我们透过这几个乐 很痛苦的过程当中 最后我们讲到交强乐团 自己的音色的 有风格的 所谓的音色 一般的听众可能听大声小声 那可是比较高境界的音色是 有张力的跟放松的音色 什么音乐是有张力的 什么音乐是放松的 或者有张力当中 你仍然保持很好的音色 不是紧的音色 然后这个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到 是非常的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 交强乐团的同仁因为不同的年代 受不同的地方的教育 它的基础当然不一样 要如何把所有同仁都拉在一个水平上 这是我们这几个月获得最大的成就 我记得我们去年12月圆 贝多芬第9号交强曲的时候 那第9号交强曲 水兰还是依照贝多芬的速度 特别是第4月章前段的 所谓大提琴跟低音大提琴的 resitative的时候 那一般人都是速度很慢 好像觉得他们拉过也能再继续下去 可是水兰老师就用 他认为的速度 他了解他研究的速度 就很快的速度就演那一段resitative 那我第一次听了我也觉得很不习惯 怎么这么快 然后我们同仁当然也要拉这么快 我们的大提琴只有两位男生 低音大提琴最近比较好一点 我看女生都花容失色 怎么办来拉得这么快 后来我听第二次 我觉得快比较好听 因为那整个音乐的张力 好像一气呵成 不会好像托泥带水 但是蛮有意思的 当演奏玩的 当然很多的乐评很好奇 很多的乐评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这次演贝多芬的第五号 《命运交响曲》也是一样的情形 也是让台北的观众 跟台中的观众 对贝多芬有不同的体验 是 其实我在想 命运本来就没有给我们有喘息的时间 尤其是像这次的疫情 来得这样子的突然 而且遥遥无奇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我相信团长在这段时间里面 帮助团整个的提升你们的水准 演出的水准 然后抓住水兰老师 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停留这么久 这次在雾峰真的是住在乐团里头的 助团指挥 帮助了国胎交 也帮助了每一位的团员 不单单提升国胎交的演出的水准 我相信对于团员 对于全市音乐的看法 也开了很大的眼界 对不对 确实是 我们第一次想要在 要播直播这个影片放上去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挑过去 我们觉得有代表性的音乐会 跟水兰老师一起合作的 可以放在网路上让大家欣赏 那有些他觉得不妥不妥 他觉得不够好不够完美 因为是现场录影 那我觉得OK 人家不会太care你现场录影 你出什么状态 他还是非常的谨慎小心 后来我就说 那我们来录一个音乐吧 所以我们就录影训练了 贝多芬第七号交响曲 跟马斯堪尼的《乡村骑士》 两首曲子 那刚好这两首曲子都代表 贝多芬的命运最艰困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两首音乐 就录影 当然要练得水兰老师满意 为止可以录影出去 然后甚至于每一个镜头 水兰老师都有他的想法 录音完毕之后 他必须要再去调整所有的音色 如何是原音重现 然后这是指我们在非常严肃的一面 让大家呈现水兰老师认为说 只要我放在网路上的作品 我一定要是国台交最好的作品 我也让我们同仁知道说 你们现在的 在听众心目中建立了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它对我们是期待很高的 这个品牌它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们如何让这个品牌 能不能代表台湾 或者国台交在亚洲的交响乐团 或者它在世界的交响乐团 它的定位在哪里 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继续在努力的方向 其实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疫情 让国台交能够成长 然后也用一些科技的方式 吸引到一些不是我们想象到的这些乐迷 在他们的心目中 也对国台交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也了解交响乐团的运作 所以相信国台交将来在演出的时候 真的会有很多的人 把欣赏交响乐团的演出当成一种日常 而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艺文表演的活动 要懂得音乐的人才能够进去的一个场所 所以其实我觉得您带领的这个团 应该是这一次的疫情的最大赢家 很期待 谢谢团长 谢谢 当我们同在一起 一起改变 一起更好 感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分享 好家庭联播网 与您开创共好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